嗨,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马士兵教育 本节课我们的内容是散点图的绘制 散点图也是以后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一种类型 散点图它用于绘制水平轴和垂直轴上的数据点的 它已试图显示一个变量受另一个变量影响的程度的这么一种图形 数据表中的每一行都有一个标记来表示 该位置取决于在X和Y轴上的设置的什么 这个坐标的值 可以将第三个变量设置为对应 对应什么呢 与标记的颜色或者大小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画图都遇到过 对不对 从而为该图我们可以添加另一个维度 下面呢我们来先看一下如何来绘制这种散点图 先来看一下它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原型呢 我们看到它里面的参数啊 还是很多的 对不对 常用的我们一起来用一下 好吧 那我们这个就不说参数每一个了 那么我们直接用一用 在这里啊 我们不需要用它先 好了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数据呢 我们先粘过来去看一看 我们把这个散点图绘出来就行了 那把它放到浏览器这里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数据 在这个数据里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有叫什么 girls啊 这个girls 对吧 还有个boys 还有个greets ringe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就有两套数据 那两套数据呢 这个下边其实 这两个其实就相当于 我们要用到的 y轴的啊 轻易可以把它当成 x轴 对不对 那也说这个是greets 啊 这个是班机的一个区间啊 那么下边是什么呢 呃 女孩的一个一个一个个数吧 你可以认为 或者说下边是男孩 在男孩的班机啊 那么我们这个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时的 我们这个这个值是10的时候 就是说x值是10的时候 那么它的y值是89 对吧 那么另一个图的y值 是不是就是30啊 那我们说呃 在10的时候 也说我们这个数据 现在没有画啊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图画一画吧 plot plot.show 好了 那么我们怎么画这个图呢 ax.sc.tter 不提示就自己写 那我们的x轴 啊 greets range 啊 greets 班机的这么一个区间 那么我们先画第一个叫 gross 这 ir gross grid 啊 grid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颜色 你可以随便的 我们就要红色就行了 对不对 那么alpha 是透明度 那么最大就是1 啊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 执行 来 这个点呢 我们会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里边有一个值呢 因为在这个下标是x轴是10的时候 他对应有一个 这应该是89 在他的这个x轴是20的时候 对应的这个是90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每一个点 其实这不就是x坐标和y坐标 我们有这么呃 底下是x 下边是y 是不是有这应该有10个点吧 1234567890 正好是10个点 是不是每一个点 我们都画出来了 对吧 那我就可以给他添加一个这吧 添加点内容啊 ax.site tate t-i-t-r-e 塞的推头 那这个推头 我可以设置啥呢 呃 这样来写吧 AXAMPRES 那么 SATTR 就是说 散点图的一个例子 对不对 那再给它设置 它的这个 XRABEL 那么这就是 SCORES 分数的这么一个 range吧 分数的这么一个区间吧 对不对 那么再设置 YDRAB SETY SETYREL 那这就是 GIDES GREASE 好了 那么我们执行一下 能看到这个相应的数据 是不是都已经上来了 下方呢 就是我们这个分数的区间 左侧呢 就是成绩 但成绩的话 这个应该红色的 我们画的是女生的这个 这个这个成绩 对不对 那还有男生呢 对吧 还有男生呢 男生也可以再画 对不对 我把它复制一下 把这个换成 BOYS 那么下边有一个叫 GREASE 它的这个这个成绩 当然不能用红色了 这样就区分不开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蓝色 好吧 那么这里边就说 这个这个区间 10的时候 这个分数区间 那这里边有个30 就是说 我们可以认为有这个 人数 或者说它的成绩的值 对吧 它的成绩就是30 那么我们 再往下看 还可以设置什么呢 对 还可以去设置一个 AX.REJEND 对吧 那这里边我们设置 RABRS Libos 去等于 那第一个我们画的 是不是JRS 那么第二个 其实就是我们 让它的一个描述 就是让它变成 这个BOYS 为什么 不对呢 引号 这里边少了个引号 对吧 那么后边 ROC 是不是它的位置 UP 带来一个RHT 就是右上角 看看有没有 好了 有红色代表Girls 蓝色的代表Boys 那么我们这个点 就绘上来了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 给别人去进行一些 这种可视化的展示的 好了 那本节课呢 三点图的绘制 就这些内容 下节课 我们会绘制 箱形图 然后 中文字幕 李宗盛